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授耻这个意思前面都说过 授耻是要照做 不是去念 念不是授耻 佛教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佛不教我们做的 我们就不做 这叫授耻 授耻接受 只是保持 读诵自己 授耻读诵 笔定 这个笔是完全肯定的一个语句 一丝毫怀疑 笔定应当 如佛教导 佛教给我们什么呢 与一切法 无助而助 无助又出了这个而助 经常教给我们 应无所助 无助 而助就是身心 虽然教给我们 应无所助 如果底下有二三七七 这个意思很深很广 无助就是不知主 心里就干干净净 若无其思 这是无法 与一切法的体性相应 佛教是这么个意思 为什么又叫你而生其心呢 生心的时候 与一切法相相应 所有一切法相 是为心所信 为时所变 这是事实在华言经上说的 体一定现象 它不能不现象 所以相 诸位要相得 相是不会灭 不会断灭 但是相会变 它不会灭 它会灭 我们也用古人的比喻来说 古人用 一斤做气 气气皆净 那个黄金是体验 不变 它的相会变 我们喜欢福 把这个黄金 说一尊佛像 过几天 我们不喜欢佛 喜欢观音菩萨 把这个黄金融化掉 又做一个菩萨的相 相会变 金不变 还是那么多金 我什么相都不要了 它有没有相呢 还是有相 一图有一图的相 一块有一块的相 它总会有相 相是不会灭的 会变 随着我们的心 因此身心重要 你身佛心 念佛心 那就献佛像 念菩萨心 就念身菩萨像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佛教着我们 一定要补助身心 无助与体相应 所以身心 有相对作用 相应 无助 是不足有 身心里不足空 空有 两边不足 这一部金刚经 都是说这个道理 说这个诗事的 所以要懂得 一切法 无助而同 方为信心不腻 前面讲了 能做到信心不腻 也就是经上讲的 信心清晰 则身实相 不你是分一招 这么做不可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金刚经讲的是 总纲理 总原则 不管修哪个法门 你离开这个原则 你就不能成就 你参长 不能离开这个原则 你才能够得定 你才能够开悟 舍教 不离这个原则 你才能打开圆解 你才能通达 叫灵 叫应 你修 你不离开这个原则 你得三命相应 你持戒 不离这个原则 你从戒里就一定得定 开会 离开这个原则 戒里持得再好 你不会得定 当然更不会开会 所以这个原则就非常非常重要 不离使 非照这个作不苦 然后在何大如来 就是如来的四叶 如来四叶 就是教化众子 自行化他 为人也熟 那么由此可知 信心不逆 受持读诵 何但如来 就是为人也熟 前面这个句子 我们念的很多 归结 方能灭罪 生死 真的灭罪 真正生死 灭无量罪 生无量福 当得菩提是以后的事情 当得菩提是成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